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 出现惊天大反软 中共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称 卷宗失踪系举报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 王林青所为 被认定涉嫌犯罪的王林青随即央视认罪 而揭露此案的民间所谓正义化身崔永元 则音讯全无 网上盛传他已经受到控制 联合调查结果为何引发疑点重重的质疑 为什么王林青央视认罪难以服众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能否咸鱼翻身 下一个央视认罪的会不会就是崔永元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邀请嘉宾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 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 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 是历史学者 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 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谢谢VOA China 最高法的这个卷宗失踪案情 这个出现了大秘转 有人形容被雷的是外交里面目瞪口呆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曾说过这个结果荒谬绝伦 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个结果荒谬绝伦 至少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王林青的电视认罪 按照这个认罪 那是王林青自己偷了卷宗 自己报案 自己查监控 然后自己做视频正清白 最后呢 可是又自己承认是贼喊捉贼 是坚守自盗 那这次这么半篇 到头来就是为了把自己送到监狱里去 那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 没有任何说服力 关于这个问题呢 很多网友已经发表了很多评论 可以说是把他的荒谬 是揭露的这个非常透彻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一个荒谬之处呢 那就是按照新版的剧情 他也不但不能解释王林青此前的行动 而且他也不能解释此前最高法的反应 当事情刚出的时候 这个最高法是否认他有卷中丢失 等到后来崔永元又进一步爆料 包括爆出这个案件的复卷的一些材料的时候 这个最高法又改了口 说是承说这情况都是内容属实 表示要进一步启动调查等等 可是按照新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那对最高法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 是给予了基本上给予了个肯定 那么你怎么解释此前 这个最高法的这两次很奇怪的反应呢 那这点也是很荒谬的 不过我认为 整个剧情发生这么大的逆转 这件事本身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这个剧情不逆转 倒是就很难想象的了 到底很简单 这次王林青 崔永元利用网络爆料 矛头直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显然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后台 可是那么党内高层这么一派人 就假借下面的人用爆料这种方式 就可以直接扳倒一个副国级的高级官员 这种做法势必引起高层官员的 普遍的惶惶不安 感到人人自危 他们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断然 此风断步可掌 这是坏了规矩 这样子一来 所以他们就认为 就联手要起来反对 这么一来 就迫使幕后支持 王林青 崔永元这一派高层的势力 不得不做出让步 那才来了个急刹车 因为刹车来得太急 所以有车上有的人 免不了东倒西歪 弄得碰得鼻型脸肿 看起来就很不成体统 但你回头看 显然这种做法本身 就是触犯了高层其他官员 不同派本人的共同利益 因为如果一派人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爆料 就把位局非常高层的人去打倒的话 那这种事情 那么高层其他人当然觉得 绝对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会一起起来反对 这可以说这件事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说前些天 一定是在高层内部发生了很激烈的权力斗争 那些反对的一派 他们联手阻击 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 好的 那么联合调查组的这个调查结果 确实让人感到惊诧不已 不过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发表评论说 联合调查组发布这个信息 用充分的事实 确实的证据 详尽的过程 将整个问题的原貌 客观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任何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都会由衷幸福 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对此有何感想 让您感到由衷幸福了吗 反正我呢 就是一 我自认为啊 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所以呢 就是当这个柜台提出来 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不太情愿这个汤这个浑水 这就跟那个上一次讨论这个 也是这个这个崔有然的爆料的那个话题 那次可能是讲这个关于明星 透露税的案 这一次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案情 是不是现在就算终结了呢 这个所有的事实 是不是都搞清楚了呢 现在谁也不敢说 就案情在未来 会不会还要有出现新的 进展或者是逆转呢 这谁也说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候评论这个案子呢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这次呢我就对这个话题啊 我就不是很喜欢 但是呢我也想过 就是正好轮到周一 我们也没别的话题 好像排来排去 我就了解要说这个话题 所以呢我事先呢 也做了不少功课 我就是关于这个话题 我做好了准备 但是呢我心里又不情愿说 可是呢也不得不说 因为当然美国之音 这个他有一句这个非常经典话 就是嘉宾的言论 是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那就必定是代表嘉宾的立场 可是嘉宾又不想预设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 评论是非常困难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很案情 非常的苟且 就闹到今天这个程度 这个无论是网上 还是法律界 大家还是包括一些 普通的围观者 大家都目瞪口呆 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个事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状况 有点是这个 我觉得将来啊 肯定这个案子要写进历史啊 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如果说要排四大提案 起码现在 我觉得可数的有 已经有三个 一个是那个胡格吉乐坤那个案子 就内蒙那个 这是报案人最后 这个就被指是杀人犯 最后被处决了 这是一个提案 第二个提案就是高盈盈 这个案子 这个高 这个女孩子跳楼死了 她的父亲拿了一个裤衩 这个作为证据 就是证明高盈盈可能被强奸了 最后司法鉴定的结果 说那裤衩上的鹰斑 就是高盈盈父亲自己的 这也是一个报案 就是说提出证据 最后突然案情也逆转 所以已经有了两个逆转的先例来看 而且这都是很多年的事情 都是陈年基案 你就可见中国的司法 有多么的奇葩 现在这种奇葩 这一次的奇葩 开到了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未必绝后 也许我们还有 一个是网友听众也能补充 也许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情 未必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终局 因为这个案件 我自己觉得 我事先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既不能够站在 这个所谓联合调查组的 这个报告这个立场 我也不能站在 这个被调查者的立场 具体到这个 这个矿权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 凯奇莱这个案子来讲 我也绝不能够站在原告一方 或者站在被告一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案情太奇葩了 就是说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其实胡平先生已经点出来了 就是这个案子 涉及到了巨大的利益 可能也涉及到了 不止一派的官员 有人也分析说 这个可能是有地方的 陕西本地的官员 也有空降下来的官员 可能这中间有博弈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 完全跟陕西有关的 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 跟最高领导人的家乡 这个省有关的事情 我们看秦岭那个案子 他是批了多少次 之后呢 终于如愿了 这个把这个 把秦岭的别墅都拆了 说明我觉得最高领导人 他也是经常关注 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 大家一直在猜 说小崔的后台到底是谁 然后这个周强院长 是属于党内的哪个派系 然后他背后又是谁 反正各种的猜想都有 所以我又想起当年 那个清末四大提案之一的 这个杨乃吾小白菜案 最后怎么翻的案 最后是折家笔的金官 联名向这个 慈禧太后去上书 去这个最后把这案子 给拧过来了 说明我觉得这中间 可能围绕着这个 这个作诵标的物的巨大博弈 牵动了官场的非常多人 或者是各个派系 然后呢 现在的焦点在于 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酵 甚至爆炸的话 可能会炸翻这个官场 炸死一大拨人 所以现在到了一个 生死攸关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构品出来 就是说这种博弈 现在已经是没有底线了 我的看法 在时就说这么多了 好的 那么让舆论感到大华的 看来不仅仅呢 是这个案情 这个情节离奇 逻辑费解 而且呢 许多法律专家 质疑联合调查这个程序 是不是合法 我来请教胡先生 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组织 联合调查 这在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吗 这在程序上当然大有问题 首先就根本没有这个程序 你看中国中华人民共国宪法 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和中央的文件 哪一条规定了遇到这种事情 应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 搞这么一大堆组织 搞这么个调查呢 没有任何这种明文的规定 所以他本身就没有这个程序 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在微博里就说 说联合调查组都是这个结论 应该是最权威的 他说我记不得中国此前 有为这么一个具体的案子 搞过如此阵容的联合调查组 这等于也就是承认 这种事也是没有先例的 你凡是第一没有明文规定的程序 二没有先例 那当然是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 显然是中共领导下中国的一个老问题 那也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这对于中共来说 好像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由政法委组织这个调查 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 难怪北大法学教授贺卫芳 有一句这个评论 他说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最高法院之上还有更高法院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对此有何评论 有什么见解呢 这个这次看了一下 这个调查报告 是由中央政法委监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参加的 这个联合调查组 那这个联合调查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这是不清楚的 然后最高法院的法律地位 应该是清晰的 现在变模糊了 就是说这个 也就是何卫芳教授讲的 这个原来还有更高法院 可是你这更高法院 你是什么呢 也不是 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 也没有一个机构 能够对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发生的一些事情做出评判 可是你看这个调查报告呢 他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判决 比如说这个联合勘探 这个凯吉拉公司和这个研究所的这个联合勘探 他做了评论 认为这个判决是公正 但是这个也可能有一定的瑕疵 他对于另一个案子 就是也是这个王林亭法 过这一道提到的另一个案子 他也做了这个评判 这个就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联合调查组 要对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 做出演评 或者是这个判断他的政策与否 他们这个是不是算干预司法 是不是有这个权利怎么做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基本事实 现在可能没办法抹杀 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周强院长 什么西晓明副院长 对这个案子的这个批示 据说是这个泄露了国家机密了 但是我们老百姓一看这些机密 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这个院长和副院长 都在这个通过什么一位分委的手 来干预这个审判的过程 所以那也就是崔永元所指责的 说这个是未审刑判 因为他明确的指示要怎么判怎么判 这个呢在这个王林青的这个公开信里 他也描述了这个过程 从这点上来看 这个事是做实了的 就甭管你他通过什么手段 把这个当时的批示公开出来 但是在公众看来 就这个事肯定这个周强院长 小林这个已经被判了刑的 这个涉及贪腐的副院长 都做了批示 所以这个由此我们也知道了 中国的司法审判的一个过程的细节 而且这个细节是非常经典的 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在那做指示 所以这个是以前老百姓看不到的东西 这一次呢看到了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也可以引发思考的 就是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讨论过 就是福山这个贵族的这个政治学权威 这个福山教授和这个王岐山先生的这个对话 这个对话里头 福山提出来说 中国是否能够落实 还有司法独立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王岐山就断言说行不行 他说不可能 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但宪法是文件 也不就是人写的吗 总统不会外还有宪法 宪法应该有神圣性 但他不是神 是公众的法 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句 还是党的领导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这是从最高法院内部 这个被披露出来的 他们这个审判的一些细节 以及这个联合调查署 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 结论 都证明了一点 就是说党 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 但是呢 这个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原来党领导的这个司法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以前我们可能不清楚了 现在我们更清楚了 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来听听 网友听众观众 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意见 刘华奎罗克 刘华奎罗克 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 是全体人民意愿的体现 而政党只是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 政治观点一致的团体 党大于法就是没有法 就是一个团体的意愿 凌驾于全体人民意愿之上 周强就是强调党大于法的人 他就不可能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周是习的帮凶 是习的打手 习是不会整治自己人的 Alex Wang 他说不论崔永元有没有后台 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也不妨碍他做正确的事情 午夜星空SZ 从多年前抓到香港的书商开始 中国就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时代 崔永元被噤声 就可以想象成正常的现象 至于他今后会怎么样 还能不能发声都是未知数 现在看来崔当时说的 我的后台吓死你们很搞笑 旁人以为他来头很大 却不知是无情无众 无知轻重 拉大旗以吓唬别人 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们 对崔永元在这个案件中的 这个角色和作用很感兴趣 我们来谈谈崔永元 这个最高法院卷宗丢失这个案 是崔永元揭发出来的 我们由此就不能不说说这个崔永元的现象 自从范冰冰冯小刚等影视界乱象被揭发以来呢 崔永元好像就成为了民间的正义化身 那么这一次有人说他恐怕会栽了 有人说他弄的是一地鸡毛 我来请教胡先生啊 如果王林青被定性为涉嫌犯罪 那么崔永元会受到多大程度的牵连呢 崔永元多少会被算成共犯 因为他协助在网上发布 按照这个中国的刑法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要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可以判处七年以下的徒刑 那看起来呢 崔永元恐怕也很难逃脱 到现在为止 我们崔永元下路都不清楚 据说呢 好像还没有 至少还没有被抓 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电视上 更没有看到在电视上认罪 但是他确实已经消声 虽然没有逆急 但是确实已经消声 那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要听到崔永元的声音 大概是相当相当的困难了 那么这里也就像很多网友谈到 我们原来也讲到过 我们对崔永元怎么评价 这个人怎么评价是一回事情 而对他爆料这件事 事情怎么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情 另外对事情的评价 也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做一种客观的研判 这是一回事情 这个和我们的价值观念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 那就出于我们的价值观 对这个事情进行一种道德的 政治上的褒贬 这是另外一个层意思 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注意做这么一些区分 千亿矿产案的这个当事人赵发奇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从来就没有人来了解过 调查过这个案件 我举报陕西省委书记 都好几个了 我们最大的背景就是崔永元 他把这事捅开了 形成了舆论 中央才出面 不然谁管我 那么由此可见 崔永元他这个人的能量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崔永元现象 有人说下一个央视认罪的人 可能就是小崔 您相信这一点吗 小崔这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啊 觉得挺可爱的 虽然我也没跟他打过什么骁道 但是呢在网上打个招呼啊 然后互粉一下 那个说去也做过 然后这个赵发奇先生呢 他也给我在推特上发自信 希望关注这个案子 但是呢很可惜我对这个案子当时我这关注不够 出于不汤浑水的这么一种这个想法 我没有足够的关注 我只是到了准备咱们要讨论这个话题了 我才集中的去看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些资讯 把这个来龙去脉收了一点 我想赵发奇先生 他也不是像普通 大家所认为的那样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可能也是一个前两 就是说他在背后 至少他应该有这个巨大的利益 否则他一个人 他不可能在这么多年 十来年的时间里头 去这个检举了好几个省委书记 然后把关注能打到最高法院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先生肯定也不简单 当然了之后他也是精情显消 就是说把这个事用 这个让朋友圆把这个事捧开 形成这个社会舆论 那么这个呢是 我觉得可能也是作为 这个他们的这个案件运作中的一部分 也毕竟就是说王林清法官 他也有违规的地方 所以当时我在 随意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我观察 一个就是说王林清法官 他跟这个当事人私下有来往 然后呢也一起做了 就是有关的这个案件的一些运作的事 这个呢从法官来讲肯定是越界了 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案子本身 他所牵扯的利益 那是一个今天的利益 所以这么大的利益之下 我叫重赏之下必有有福 也可能这个赵先生当我冒昧的讲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他是怎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他也可能就是一个前两 在他背后也有一个比较强大的 这个力量在支撑 或者是一个利益集团在支撑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的背后 可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博弈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他说最大的背景就是崔永远 我想小崔背后 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 对 我说小崔这个 他在网上先动的这个舆论呢 他转移了不少话题 咱上一次的主要是娱乐圈的话题 然后他也为国库呢 这个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这个税收 追回了好些钱 所以他对于这个体制来讲 可能小崔是一个双刃键 把它用好了 为体制所用 可能呢他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变得不可控制了 或者是坏了规矩了 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 怎么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吧 他能够搅动这么大的舆论场 然后呢把官员先翻 而且这次他要引爆的事情 真是一个惊天大案 很可能就是这个轰塌 这个架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 比如说一个脚 或者是引发那种官场的地震和塌方 那死伤就不是一个半个的事 所以小崔他威胁说 他说他有一抽屉的材料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个夜里都睡不着觉 必欲取的这个灭之后快 所以这次呢 小崔可能在这个案子上 如果他真的失手的话 那后头可能这个确实 预后很难说 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一点 就是我们还要接着看的一个看点 就是如果小崔不被处理的 那这个后头就说明 小崔确实真有背景 那么这个而且呢 双方这种博弈可能还会持续 我们还也许还有这个 还有第二季可看 这个我说到这 好的 大量的网评啊 大量的网评集中在崔永元身上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 这个加尼真 加尼真 他说崔永元维权爆料事件 惹得中共沦陷区某些人 狗咬狗一嘴毛 事件呢从娱乐圈 开启到最高法丢失卷宗案 搞得中共少数既得利益者 鸡飞狗跳 最终得意的是习近平的银仓 中共的国库 普通老百姓不过是探客而已 崔永元一开始 可能是某些人的棋子 到后来就变成了弃子 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辩戏法 拒绝洗脑 拒绝洗脑 这位网友说 他说中国现在就很畸形 老百姓的愤怒没有用 没影响 有能力有影响的都忙着赚钱 好不然容易出来 王林青 崔永元这种人 一个已经被认罪 现在呢只希望崔老师 不要出什么事情 China are free China are free 他说崔永元和习近平互相利用 砸烂攻检法 炮打司令部之后 中共感觉有文革的倾向 当然就会亚制崔 最后还有 Toy Chobong Toy Chobong 他说小崔被控制的可能性很高 小崔如果出来认罪了 那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 没有任何希望了 那么我们看到 对崔永元的评论也是两极 什么观点都有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这个最高法 卷宗失窃这个案呢 引发如此大的舆论风波 一位网友呢就说的好啊 他说王林青的事啊 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做事的人呢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现在你们说什么 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呢 我来请教胡先生 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 您怎么看中国法律 及中共当局的这个公信力 其实中国的法律没有公信力 中共当局没有公信力 这个是人所周知的 就谈到 尤其是谈到法律 那么所谓中国是党大于法 这个也是人都知道的 就有个笑话嘛 就讲的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人家问他 你们家的事谁做主 是你说了算呢 还是你老婆说了算 他就说我们俩意见一致的时候 我说了算 我做主 我们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 是我老婆说了算 那在中国呢 党和法律就这个关系 党的意志和法律 一致的时候 那是按法律办 党的意志和法律 不一致的时候 就是按照党的意志办 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 另外谈到法治 我们也都知道 由这个 因为中文都叫法治 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制度的制 这个英文就是 rule by law 另外一个法治的制呢 是治理的制 英文就是 rule of law 那么后一种的意思呢 它首先表示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政府要守法 而头一种法治 也就是 rule by law 那主要就是统治者 把法律当成一种工具 当成一种手段 来统治人民 那中共所谈的法治 当然属于这一种 它这点上和中国古代的法家 就比较类似 和这个纳粹法西斯 都比较类似 但再说起来呢 其实中共的这种法治 就连古代法家都不如 人家法家 包括纳粹德国 法西斯 人家至少在执法的时候 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说抓狗熊 就是抓狗熊 你把兔子抓了 他查清你不是狗熊 他就会把你犯了 而这个中共的做法呢 就是明明说是抓狗熊 结果抓了个兔子 到头来还得让兔子 在电视上认罪 承认他自己是狗熊 所以这一点 它是这个中共法治 和别的 这个和古代法家 都不能相比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就按照 原来毛泽东讲的话了 就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这个才是中共的 这个 它的所谓法律的一个实质 你看了这么多年 来近年发生的 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 百分之百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吧 都是依法维权 都是说因为当局 不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哪怕这些法律 本身就很恶劣 问题是 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遵守 所以维权运动本身就说明 这个中国的这个法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头呢 当然你在想起 我在想起就是不久前吧 纽约时报不是发表了一篇 David Brooks的文章 就谈中国的崛起 怎么怎么 怎么对这个世界 这些过程是威胁挑战 其中引用了一些这个很权威的民意调查 就是民意调查就显示 世界各国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的就是中国 据说这是民意调查 可是我们只要回到一个具体问题上来 就拿这次王林青的这个电视认罪 你要问一问中国的老百姓有谁相信 我相信这个数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呢 这里反映的其实不只是一个 王林青的一个问题 其实反映出中国老百姓 他们是普遍的对中国的法律不信任 对中共当局是不信任 这点我觉得是通过这件事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他肯定联合调查呢 是应该是最权威 我不记得此前啊 中国有为一个这么具体的案子 搞过如此阵容的联合调查组 但是他也承认 他说这件事还值得另一个角度的反思 为什么王林青撒谎 能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我认为根子在官方的公信力整体不足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话 为什么中国许多人不信法律 信小崔呢 这个胡锡进先生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这个过去我们是经常骂他 但是这个我呢也是不止一次表示出对他的欣赏 就对他的这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高级黑的这种欣赏 他总能点出一些话题来 就这些话题从胡锡进的嘴里点出来以后 这个他的这种效果啊 他是就是说不但在老百姓啊 往民中间而且在官场也会有效应 所以呢 当然一方面可以说那个胡锡进可能真是一个党的忠臣 大家骂他什么叼盘犬呢 甭管是什么吧 反正这个官方有动作 他一定会出来做一番解读 这番解读呢 有时候 有时候他是可能那个良心说的 但有时候他说的真是实话 我觉得这次他讲的还是 这个属于那个实话 或者说属于高级黑 所以什么呢 这个他讲到了一个 这个官方公信力整体不足的问题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以前 经常谈到的这个卡西托陷阱 就因为你这个政府不断的做 这些个自己导自己 这个公信力的事情 到头来就是你哪怕想做好事 这个公众也不信 就是一句话 你政府正着干管着干 反正大家都不信 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状况 现在所以我说我们 我们不预设立场的话 当然也包括就是说 也可能这个调查组的报告 是真的呢 但是老百姓不信 为什么呢 这个你这里头有好些逻辑也不通 而且出于习惯 它首先是老百姓先是质疑 他们是不是又撒谎了 又来糊涂我们了 又来忽悠我们 所以从这个呢 可能就推导出一个就是说 这个公信力不足 或者是公信力倒塌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在我看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案件 案情的逆转 令公众进一步对这个依法治国 失去信心 这个可能是对中国 所谓这个领导人倡导的依法治国 是一个重大打批 那么这个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 那个rule of law的这个问题 这个当时其实这也是福山 向这个向王岐山提出来的 他谈到的就是说呢 这个西方的法律经常来源于宗教 所以呢这个在法律面前 是大家人人平等 就统治者 对统治者 在神或者在法律面前 是人人平等 它是一种源于宗教精神的 这个法律统治 这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 他是这样一个观点 他希望中国也能这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传统 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 西方他这种 等于是法权是神授的 我们这个中国是军权神授 所以呢这个君主啊 他口含天线 戴天临民 那这种情况下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执政党 他实际上是集体的君主 但是在党外而言 就是还有一尊之核心 所以现在有可能是 一尊之核心还没有立起来 然后呢 但是观察 作为集体之君主 实际上在抵制 这个一尊之核心 这有可能是 对今天这个案件的一种解读 就是说现在这个博弈 可能还没有结束 这个领导人 他可能想通过一些事件 比如说 对这个贪腐官吏的惩处啊 等等 不管是有选择的反腐 还是无选择的反腐 但是呢 他在立威 他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利 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 所以呢 才会出现一些 进行反转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这个 去看戏的 也许还有这样的幸运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大量的网评 我这样 我选一些呢 就是初次给我们 这个写网评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 方江 方江 他说认罪示众侮辱民众智商 本世纪最大的荒诞剧 可见强国的司法有多么堕落 林 他说主导王林青 电视认罪事件的有关部门 根本就不在意 中国大陆民众是否相信 所谓的调查结果 不信你 不问你信不信 就问你服不服 这很中国 他说作为中国人 我表示对王的认罪 我一点都不惊讶 中共统治下 什么样的荒唐事 都是可以接受 不可理解的 强拆强 强拆强 他说王林青案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就是赵高们 用了指路为马 这样如此拙裂的结果 来搪塞民众 而习皇帝 竟然没有看出来拙裂 这就是一个 试金石 试出了习的智商 今后赵高们 可以肆无忌惮 习朝刚 避乱 自由不爱 他说崔永元 只是上了贼船的议员 中共各方势力博弈的 一个棋子 很多中国人民 还把正义赋予 崔永元正义 可见国人有多么愚蠢 方良 对不起啊 不对 好 我就暂时念叨这 因为我们时间剩下的 已经不多了 给嘉宾们更多一点时间吧 这个千亿矿权案呢 是一个旧案 其中显然牵扯到许多官员 贪腐丑闻和这个利益纠纷 据说认真查处起来呢 连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也难逃干系 这里边的背景 我请胡先生 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内幕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很多人都说赵乐际难逃干系 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当年赵乐际在陕西当省委书记 明摆的是为了以后进入中央 做一个过渡 做一个铺垫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他会避免卷入一些麻烦 包括卷入贪腐 以免影响他的锦绣前程 你要说赵乐际是这次崔永元 王林行爆料的后台 我倒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那么谈到上层斗争呢 我当然知道非常有限 但我敢断定的是 就在前段时间 上层发生了很激烈的权力斗争 才会出现这种剧情的这种大逆转 而这里造成异转的力量 并不是都是所谓周强这一派 他们反对的是那一派人 假借下面人爆料 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直接搬到副国际的官员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会造成上面的人人自危 就犯了众怒 所以在这点上 他们联手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你想过去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个反腐败 其实他肯的一个硬骨头 就是周永康这个案子 因为薄熙来是在 胡文是在就垮台的 而周永康有个刑不上常委 本来他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王岐山他们就采取了所谓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叫 捡群鞭的战术 就是你不能说周永康 我说你周围的人行不行啊 说你的部下啊 说你的亲属啊 等到后来周永康下边的人 一个个都大张旗鼓地被审讯了 那么周永康也就呼之欲出 想保也保不住了 所以等了周永康被判刑之后 那中纪委的网站 接连出了好几篇文章 虽然出现在中纪委网站上 其实矛头直指中纪委本身 他这个网站文章就说的就是说 纪委的某些同志 采取这些做法就是什么 这个搞先斩后奏 搞倒逼 那就使得就这个问题吧 我们上次没打主意要整谁呢 你们通过别的方式 你们先就造成这么一种状态 使得到后来我们不整不行 那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许可的 可是过去呢 这个习王用这种方式 就成功地打倒了这个周永康 从而造成了他的一个极高的权力 那现在这次他也是这个问题啊 那些人反感的是这一点啊 你用下边的人爆料这种方式 就迫使上边的人到后来 你看前大山已经出现这种趋势了 大家都认为周永肯定要垮台了 保不住了 那就靠下面的人爆料 就可以把这副国际的人给扳倒 如果这种都这么干起来 那还得了 所以这从上面官场的角度看来 他觉得这种方式不能容忍 所以才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那么所以我在这点上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个判断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至于这段哪一方 谁是谁是在哪一方 谁是谁是哪一方 那么现在这个下面 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知道的非常有限了 副国级官员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他原本呢 已经深陷这个此案的舆论漩涡 已成为咸鱼了 我来请教张先生啊 王林青的央视认罪会让这位 坚持党对司法工作 绝对领导的最高法院院长 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 对不起张先生 您只有半分钟的时间了 反正央视认罪 我觉得公众议论都不认同 然后这个周强院长 可能暂时这个不至于被阻掉 但是不保证以后 就能够彻底地摆脱这个案件的困扰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今后高层的 下一步的博弈 所以我不认为他就一定有 咸鱼翻身的机会 我觉得也可能还会有人继续缩摇他 是我们一个大体的观察 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 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 张立凡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听众 观众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推迟加征关税是美中双赢 还是相互妥协 欢迎收听 收看 此外呢 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